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缘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日皇财神送你一张发财咒 愿你天财天吉祥 财源滚滚来 众生穷苦 福报过少 身处五着恶事 难以安心修法 所以如法修持皇财神法 持送其心咒 可消灭六道穷苦 增长福德、寿命、智能 以及一切物质与精神上的受用 财源茂盛 免出贫穷 积累资粮 为安心顺利修法 扫除福报不足的账 每个人都想拥有财富 毕竟柴米油盐 样样是钱 这是身在俗世避免不了的 今天皇财神写诸佛菩萨的祝福 送大家一张法力无边的发财咒 见者皆有福 望诸位师兄广发善财 或六度实地之功德 佛教中最常见的 财神本尊是皇财神 皇财神藏名藏拉瑟波 是藏传佛教各大教派 普遍供养之护法神之 为诸财神之手 因其身相金黄 故称皇财神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财库 里面装住一生的财运 财运不够 心生烦恼 诸事都不顺 财运满满 诸事顺利 家庭也非常幸福 佛弟子持送皇财神心咒 可以得到皇财神的加持庇佑 改善窘迫贫苦的生活 让你财运滚滚来 皇财神心咒 翁战巴拉 杂乐诈意 索哈 此神咒神妙无比 送此咒犹如财神清灵 财运滚滚而来 此咒为三世佛母 诸佛恒常加持 持此咒人 能获六度实地之功德 此咒犹如宝瓶 如一宝如一树 随所愿求 无不遂意 祸福甚多 是痛苦无一众生之 解脱归一处 非但持送 仅止是咒 即不生病 持送此咒 无有愁苦忧恼 衣食财宝俱足 多闻聪慧 无病长寿 顶礼皇财神圣相 祈愿众生多不适 放生 或皇财神庇佑 免除生活窘境 弟子愿以此功德 回向给诸天法界 有情众生 愿世间再无贫困 愿众生幸福安康 愿得见此圣相者 得皇财神加持 福慧双增 无哉无恶 财源滚滚 好运连连 至成鼎礼 纳摩皇财神 至成鼎礼 纳摩十方诸佛菩萨 纳摩大慈大悲观 使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奉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难不三怕输鸡 女不四怕鼠羊 究竟是什么意思 老祖宗 对生肖的讲究 长知识了 民间诸多俗语之中 很多都是对我们的 鼠像命运 有著很多色彩的描述 认为是一些鼠像不好 或者某一个年龄阶段不及 这些其实都是民间的说法 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作为一种心理作用 还是颇具威力的 这句老话也是在民间流传甚久 也被广为人知的一句老话 也是关于男女属相不好的描述 其中就有男不三怕鼠鸡 女不四怕鼠羊 这是为什么呢 这句俗语仔细分析 十分有道理 其中的含义会让男人脸红 至于后半句则和慈禧太后有关 并且和这句俗语有关的 还有一句为五诗虚 六诗族 后面再细细解释 男人不三 怕鼠鸡 分析男人不三 第一种情况 这里的三 解释为三十岁 孔子曾自我评价三十而立 本义是指在三十岁时 应该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和主见 不能载人云亦云 轻易被人左右自己的思考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 三十而立 一般指的是男人 应该站稳脚跟了 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和成就 是一个不断拼搏 和努力的人生阶段 在过去 只有小辈才过生日 这是长辈为小辈过生日 而长辈则是做寿 一般是小辈为长辈做寿 但是三十岁 却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年纪 不算小辈 却也不算长辈 如果想要过生日 便只能自己给自己过了 三十岁正是一个男人 思想成熟 精力充沛的年龄阶段 正好是冲刺自己的事业 提升自己成就的年纪 便应该全身心地去努力 不应该被别的事情 分了心神 那样会影响自己的奋斗和努力 并且一般情况下 三十岁生日是小辈脱离长辈 呵护后的第一个大生日 自己操办生日 会浪费很多精力 不如全身心投入到 自己的事业上来 只有事业更好 才能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当然如果一事无成 却也不好意思过生日了 第二种情况 这里的不三 解释为三步 三步代表了三种意思 不主动 不拒绝 不承诺 不要想太多 这里的意思 并不是和你心中 现在所想那样的意思 所谓不主动 是劝导不要锋芒太露 要懂得仓桌 木秀于临风必摧之 所谓不拒绝 是劝说不要拒绝机会 不要拒绝提高自己的机会 无论是学习 还是在事业上 所谓不承诺 是在讲不要轻易许下诺言 也不要轻易答应别人的事情 第三种情况 有两种说法 都是关于谐音的 一三等同于散 寓意并不美好 因此一般人都比较不愿意过 二三等同于丧 三十岁时 正是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也正好是需要长辈们 帮助的时间段 如果这时有了丧 去了长辈 会失去必要的帮助 在古代还要丁忧守孝 这也需要数年时间 正好错过了自己奋斗的时间 分析怕输鸡 鸡特别是熊鸡 要负责报效 也就是说 熊鸡每天早上 天还不亮时 就要开始打明了 每天如此 天天如此 一年到头 从未停歇 我以为这是勤劳的象征 古人也说文鸡其武 但是虽然是勤劳 却也代表了劳碌和繁忙 这样的寓意 可能是说属鸡的男人 可能会一辈子 都是劳碌和辛苦 从这方面来说 一般人并不愿意如此 总结 男人不三怕输鸡 这句俗语既有一定 生活经验的总结 又有一些并不科学的说法 但这无可厚非 因为象征和寓意 大家都想要一个更好的人生 实属正常 我之所以说 这句俗语会让男人脸红 是因为有一部分人 忘记了自己应该努力奋斗的 正是大好年华 却不自律 不努力 浪费了青春 浪费了最好的时间 女人不四怕属羊 分析女人不四 第一种情况 这里的四为四十岁 有一句俗语叫做 男人四十一之花 充分说明了男人 到了四十岁左右 还正是生龙活虎的年纪 一般情况下 男人到了这个年纪 思想成熟 事业有成 小有成就 正是有魅力的年纪 同年纪相比的话 男人会相对老得比较慢一点 但是女人四十岁就不一样了 她们衰老的速度会相对很快 而且非常明显 特别是体现在脸上 皮肤上等等 那是可以观察到的 而且女人比男人更加重视 自己的容颜外貌 四十岁 会是女人的一个分水岭 虽然处在不上不下的年纪 但在生理上而言 她们的确会走向另外一面 很多女人在四十岁后 再过一些年 可能就要面临绝经的问题 所以一般情况下 女人对四十岁的生日 有一种恐惧和抗拒 不愿意去过四十岁生日 这是一种心理原因 因为谁也不会想让自己变得衰老 容颜不在 对于很多人而言 是一种非常不愿意的事情 不过这些都是自然 完全无法抗拒 还是好好享受生活 保持开心 这样可以延缓衰老 好的心情会使人年轻 好的心态会让人青春 第二种情况 这里的布色为四步 这里的四步 可以解释为 生活不要太单调 不能太平庸 不要被约束 不要太劳累 其实我以为女人到了这个年纪 孩子都已经长大 不用再为孩子操心了 就可以过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可以不用太劳碌 太繁忙 适当有自己的消遣 有自己的爱好 保持愉悦的心情 第三种情况 也是关于谐音的 我们其实一直都比较抗拒 四这个字 因为在汉语里 四和死属于谐音 寓意不好 因此我们一直比较避讳这个 甚至可以说是拒绝这个 但是这里的谐音并非指的是自己 而是指自己的丈夫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突然间没了丈夫 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无论是对于自己 还是家庭 以及孩子 都是非常沉重的 分析怕属羊 第一种情况 羊与羊谐音 羊属羊 而女人又属鹰 所以根据古老的哲学而言 会阴阳失和 也有人说 羊过于温和了 而女人本身就属于温柔型的 一旦二者结合在一起 只会让女人失去自己的主见 变得软弱 当然这些都当不得真 只能当作一个说法 大家参考一下 开心一下了 第二种情况 与慈禧太后有关 在清朝末年 有一个著名的太后 那就是慈禧太后 她垂帘听证 皇帝都被她压制了 这样一个人 却不好好的为国为民 而一味地只顾住自己享受 又是过生日 又是给自己修花园 丝毫不管老百姓的疾苦 不在乎老百姓的生活 那些受苦的百姓 就将慈禧给怨恨上了 慈禧是女人 又正好属羊 并且慈禧太后在年轻的时候 就死了丈夫 还没有自己的儿子 数十年来 她在家庭生活上并不好 百姓为了调侃慈禧太后 顺便发现自己的不满 就造了一个俗语出来 慢慢地就流传到了今天 五十虚 六十足 既然解释了 不三和不四 顺便再解释一下 与知有关的一个俗语 五十虚 六十足 我以为五十虚 这个虚字 应该表示为谦虚 意思是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 早已过了冲动的年纪 凡事要谦虚 要谦和 不要和人起冲突 而六十足 这个足字 应该解释为知足 满足 人或七十古来西 在古代 六十岁 已经算是高龄了 此时 很多人都已经是儿孙满堂 可以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了 此时 应该知足和满足了 好好享受生活了 毕竟年纪大了 再有其他多余的想法 就会有点伤心耗神 对身体健康而言 并不是一件好事 最后 现在的人 平均年纪会越来越高 所以 女人四十完全不用过分担心 只要让自己开心 好好保养 四十岁也还是正青春 至于男人 三十岁的年纪 也真的是奋斗的年纪 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还是要好好奋斗 至于其他生肖的说法 全当一乐 那摩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